今天是5月28日,歡迎收看多人多明報的530 好心不怕做,但就要做得小心 如果不是,就像若克他一個好心人一樣 今早下車幫人幫到連自己的車都被人偷買 本來明年聯邦大選後,後年才輪到安省省選 但省長福特現在就考慮爬頭 為什麼?一天都是聯邦保守黨黨魁薄禮智 戒印一個麻煩,明年被他贏了的話 安省進步保守黨分分鐘會被他連累 求望美斯又玩失蹤,說連溫哥華作賽的他 上星期六完全沒有表現 可憐香港的diehard粉絲 飛越10247公里來到Vancouver捧場 但偶像竟然來也沒有來 令他絕望得要舉牌尋人 美斯,你在哪裡? 收到美國母公司申請破產保護令拖累 加拿大27間Web Lobster餐廳 或將出售套現 合共2,000名員工或失去生計 代表加拿大Web Lobster的律師 昨天已經入品安省高等法院 要求法院確認在美國母公司已經申請破產保護令 在5月20日,母公司向法院提出的宣誓書裡指出 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 目標是要策動出售絕大部分公司的資產 包括在加拿大擁有的資產在內 Web Lobster在加國有27間分店 合共有2,000名員工 佔總公司業務4.5% 代表律師羅渣士指出 入品的目的是讓法院確認美國的破產保護令 中指加拿大債權人採取行動進行清盤 美國母公司首席執行長蒂姆斯在宣誓書中表示 在隱約出現資金周轉危機下 該公司認為以最有價值價格出售資產是最佳選項 Web Lobster餐廳在1983年來到加拿大 現在在安省、亞省、緬省和沙省合共有27間分店 該公司遭用26處物業 在安省Blattford就擁有餐館物業 在意圖碧谷The Queensway就擁有一棟物業 但不擁有土地權 據加國公司的文件內指出 自2019年以來生意下跌三成 後翼生意只是有嬉微增長 該公司業務近年受到供應鏈影響 偏高食物通脹 以及勞工成本和運輸成本增加多方面影響 以美國佛州為基地的總公司 在5月底申請破產保護令 同時宣布關閉幾十間分店 該公司每年接待6400萬名客人 業務佔北美龍蝦美20%的銷售準額 全球16%硬殼龍蝦銷售 市場罕見Panasonic無邊框雪櫃特大減價 另外可以6折購Panasonic蒸焗微波爐 請即光臨儀火電業選購 電話416-754-360 安省省警表示 今天清晨時分 約克區400號高速公路上發生車禍 涉及車禍的其中一部小型開篷貨車 Pick up truck 原來是被偷回來的 車禍發生後 一個好心市民將車停下來 下去幫忙 誰知好心沒有好保 他的汽車就被Pick up truck上 一男一女趁他不懷疑的時候偷了 這個故事就教訓我們 不是叫你不要做好心 但做好事的同時也要保持警惕 今早5時45分 位於Loytown Arola Road 以南 400號公路北行線上 兩部大型貨車同一部被偷回來的 Pick up truck 相撞 省警表示 事發前偷回來的Pick up truck 已經在公路上左搖右擺 導致公路右側的護欄嚴重損毀 一個路過現場的好心人 目睹交通意外 於是將車停下來 提供協助 但期間 被偷回來的Pick up truck上的一對男女 就趁著好心人分心 偷走他那部淺灰色的Honda Fit 再沿著400號公路向北圖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但到目前為止 被偷的Honda Fit還未找回 而涉安的男女也不知所蹤 涉嫌偷車的是一對年約20至30歲的黑人男女 男兒犯更高6呎 體格灰午 而案之中 因為大量湖南損毀嚴重 加上涉市的兩部大型貨櫃車載滿貨品 因此需要使用起重機 先將貨物卸下 再清理現場 所以省警 必須將事發的一段高速公路 兩條行車線關閉幾小時 我是瓦佳淨水 Michael Chiu 飲用清潔水 可以加速身體的新陳代謝 排除毒素 記得飲足夠和乾淨的水 首選一定是瓦佳淨水 有消息人士指出 安省省長福特會考慮提前省選 原因是他擔心聯邦保守黨在明年大選勝出 就會削減開支 會影響到安省選民對安省保守黨的印象 在所謂安德希爾平衡理論中 當安省選民在聯邦選舉中選擇了自由黨 他們往往會在省級選舉中選擇保守黨 反過來說也是一樣 即是說 如果他們在聯邦投票中選擇保守黨當選 省就會由自由黨執政 選民其實很聰明 不會讓你一黨獨大 在過去81年 這種情況在安省已經持續了70年 所以福特的團隊認為 博麗智在2025年10月如果獲勝 很可能就會在2026年6月 幫安省自由黨的看保禮上台 這就是他們考慮要先發制人的原因 根據安省的選舉法 省長不一定是每四年進行一次省選 有匿名的保守黨內部人士說 福特因為他的政黨 黨剛剛在兩次補選中獲勝 並且在民調之中 大幅領先自由黨的康保麗 和新民主黨的黨魁司馬慧 但有黨員就擔心 1990年的事件會重演 當時受歡迎的自由黨省長 比德森提前宣布省選 最後就輸了給新民主黨的黨魁李博 成為加拿大政治史上最令人震驚的選舉結果 當年比德森在1990年夏季的民調之中 支持率是50% 比現在福特的39%還要高 不過當時選民認為比德森提前省選是玩弄權術和自私自利的表現 所以對他作出懲罰 安嬸保守黨 保守黨 這個世界 針無兩頭利的 食得下注就抵得汗 船頭驚鬼 船尾驚賊 沒用的 這個世界 是沒有神仙過鐵橋百分百的贏硬方案的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阿根廷球王美斯尤里勒 尤里勒的意思是說他原定出場表演 但最後全程no show 聽清楚是真是no show 今次重招的是溫哥華的球迷 不過他們就沒有香港球迷那麼好相遇 不斷噓你幾聲打爛美斯的人形紙牌就了事 溫哥華現在有不滿的球迷簽名抗議 大叫回水 現在已經收集到超過1300個簽名 指主辦單位的宣傳有誤導之嚴 主辦單位自公布賽程 還宣傳球王美斯會隨國際邁亞物隊 在5月25日即上星期落到溫哥華 和溫哥華白舞隊作賽後 51035張門券搶授一空 但後來國際邁亞物隊啟程前往溫哥華之前 事先張揚指美斯 以至巴塞雙星蘇亞雷斯和布斯基斯都會缺陣 令到已經買票的5萬名觀眾晴天霹靂 溫哥華球迷傷都不及香港球迷Andy Lamb那麼傷 她傷心之餘,荷包更傷 戒因是美斯鐵粉的她 在香港看不到美斯下場 仍死心不惜千里迢迢買機票 從香港飛到溫哥華 以為今次實食無千雅 誰知美斯今次索性完全不來 她絕望到在比賽場館外舉牌尋印找美斯 牌上寫著 香港比賽不下場 溫哥華比賽你又沒有出現 美斯你在哪裡啊 今次三位球星母出現 不是因為受傷 而是他們需要休息 以備戰下星期另外兩場美職聯賽事 而美斯稍後也會回到國家隊 代表阿根廷參加美洲杯賽事 而球迷的請願書中指出 自從賽程公布以來 一些世界知名球員被利用在促銷活動上 導致門卷需求增加 令門卷價格隨之上漲 他們現在要求全部或部分退款 又賦予未來的比賽門卷定價一定要公平 到目前為止 買了上星期六比賽門卷的球迷 將獲得一張2024年常規賽的免費門票 並且可以在體育場館裡購買食物 飲品時可以享受折扣優惠 看來香港球迷比溫哥華的球迷好彩 當日美斯來到香港 雖然是沒有下場 但最少都坐在場邊給你看看 但今次美斯就真是連影都沒有 聯邦反對黨保守黨非常罕見地向執政自由黨說 我們會絕對配合你加快通過C70法案 這條法案究竟是甚麼法案 連反對黨都不反對 C70法案目的就是要揭制外國對加拿大政治的干預 保守黨外交事務發言人莊文浩說 他已經去信公安部長滿的其樂 表示會隨著大選的臨近 加強加拿大人對選舉信心的時間已經不多 莊文浩在信裡提議 在二讀辯論結束的時候 會提出一致同意的動議 如果這個動議獲得通過 這樣就可以迅速透過下議院和委員會 在選舉之前 留出足夠的時間 實施防止外國干預的保障措施 外國干預選舉的問題 這幾年 搞得加拿大政壇雞犬不靈 加拿大情報監督機構的最新報告顯示 有關外國干預的情報 有時沒有辦法在2021年送到總理的辦公室桌面 因為在這個問題上 加拿大情報機構和總理的國家安全顧問的看法不一致 即是大家沒有共識 根據國家安全和情報審查機構週一發表的一份報告 在過去兩次聯邦大選期間 書物院辦公室和加拿大保安情報局的分析人員 在2021年編寫報告 對中國政府的干預活動進行總結性概述 但是總理的國家安全情報顧問 就將這些報告視之為標準的外交活動 這分歧導致這些情報的內容 沒有辦法最終送達包括總理在內的政治行政部門 而安全情報局在過去兩次選舉中 發佈有關外國干預的情報 亦出現了不一致的情況 因此國家安全與情報審查機構 亦作出一個結論說 加拿大保安情報局 是沒有明確傳達外國政治干預活動造成的威脅 為止在每公升162.9千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今天在全港多區 包括大男女懲教所採取行動 拘捕五女一男 被捕人士年齡介乎37歲至65歲 警方指被捕人士涉嫌違反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第24條 《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 警方指一名正在還押的女子 透過另外五名被捕人 由今年4月開始 以匿名方式是一個社交平台專頁 利用某個張志的敏感日子 持續發佈具煽動意圖的鐵文 意圖煽動網民在較後期間 組織說參與非法活動 保安局長鄧炳強確認 被捕人包括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 而涉案的社交媒體專頁是小童群秋會 據悉同案被捕人士包括鄒幸彤母親 前支聯會常委劉佳怡 前區議員陳劍琴 鄧炳強與警方出稿交代拘捕行動後見媒體 他被問到 如果有人在六四期間 Facebook 鐵蠟燭照片 提及六四 維園之旅或網上悼念 是否易屬違法 鄧炳強指並非一提敏感日子就違法 但利用相關課題作出違法煽動行為 裁屬違法 至於警方所指的 利用某個張子的敏感日子是否6月4日 鄧炳強就指 日子本身不是重要的 而是又想危害國安者 利用相關課題煽動市民 憎恨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香港司法機構 另一方面 國安部今天發文澄清 指所有入境中國都會被查手機論調 實屬荒謬致極 並指這些身懷叨測之人 恐懼其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行為 遭到嚴厲打擊 就對中國執法部門進行 撥裝垂式的惡意攻擊 《國家安全部》近期公布的 《國家安全機關行政執法程序規定》 和《國家安全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 將於7月1日正式生效 分列《多拉利夢》主題列車 分別由走輕貼、東鐵線和機場快線 吸引市民打卡 小路學生佩亨稱自己是 專程由旺角到屯門 搭乘多拉利夢列車 大讚、裝飾、好美 現在就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很興奮 我在旺角搭過來大概1小時左右 裝飾也不錯 他把很多表情很完美地融合在車上 我們很喜歡《多拉利夢》 剛才來的時候 我曾經見到他走過 然後特地去元朗廣場等 去那輛車吧 城寨了 有一天有休息 一會就立即去支持這個香港電影 那 你看誰 你看到林鄧 你看《多拉利夢》 全部啊 有很多很好的演員 還有很多新的演員 這個配搭的CASY很厲害 這套電影我看完之後 我是不斷 哇 哇 哇 為什麼這麼好看呢 還有那些位置寫得很細心 又有兄弟情 又有親情 又有香港的以前的歷史的東西 又有一些標誌的東西 每樣樣東西都捨得 又演得好 誰演得好 每個人都演得好 Philip也演得好 阿楓也演得好 阿楓也演得好 胡先生也演得好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演員 其實一向都是好的 只不過是等待一個角色 而他等到這個角色 所以我看他很高興 他的價值一直都在 但他只是等待角色 那 看他很高興 因為這個角色 他的髮型又很有型 又長 然後那個角色又很適合他演 就是 太好了 so proud of him 只要我見到一些東西是好 其實我都會有時突然間text人 有的 大家仍然是朋友 他說過時過節有聯絡 是啊 Merry Christmas Happy Birthday 大家仍然是朋友 我老公不會的 我老公是很有自信的 還有我們兩個都很專一 所以是不需要擔心的 慶祝一下 那又不用 我這個旅程 過幾星期 其實你知不知道我做了多少事情 拍了一個廣告出來做了一個活動 去了廣州做宣傳 開會演唱會 寫完首歌 錄完首歌 我做了